上门龙序第3165章,是他摆了我一道,奈特被吉米的话惊出一身冷汗,也瞬间想明白了其中的厉害关系。 他心中怒骂,怪不得吉米这么爽快就签了十年的协议,原来是把我给套住了。 气急败坏的他用杀人般的目光盯着吉米,咬牙切齿地质问,吉米,你这样搞对你有什么好处? 如果影响了律师事务所的业绩和利润,你自己的收入也同样会受到很大影响。 难道你愿意断你自己一条胳膊来换我的一条腿吗?吉米微微一笑,反问他,我们签的是底薪协议,不管律所的收入怎么样? 你每年都要固定支付给我1400万美金,所以无论你将来挣钱是多是少,我的那部分钱都是恒定的,既然如此,我当然不会让你太好过。 奈特此刻才忽然想起来,吉米这个王八蛋没有接受自己给他的期权,而是用期权折价了每年一千万的现金分红。 愚蠢的自己,此前还以为他是格局太小,只看眼前,可现在看来,这家伙早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 奈特用仇恨的目光盯着吉米,威胁道,吉米,你刚才说出去的所有事情我不再追究,但是我警告你,不要继续跟我作对,也不要继续爆出更多的引擎,否则的话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 奈特心里很清楚,自己昨天上了吉米的档,把自己掌握了其他人的证据,也都一并发给了他。 而吉米刚才只是说出了其中一个而已,如果他选择全部说出来的话,那这些人都会与自己反目,并且把自己当成最大的敌人。 所以,现在的当务之急,就是要管住吉米张嘴,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扩大负面影响。 这时候,一旁的史蒂夫看着奈特,冷声问道,如果我没听错的话,刚才你是在威胁我的朋友吗? 啊?您的朋友? 奈特先是一愣,随即赶忙说道,罗斯柴尔德先生,您不知道这其中引擎,明明是他摆了我一道啊。 我来之前,刚跟他签了十年协议,十年啊。 史蒂夫淡淡道,你们这里面有什么引擎,我会不知道吗? 不就是你故意找人创造给吉米,以及其他的高级合伙人犯错的机会,然后抓住他们的把柄,好来要挟他们吗? 你自己既然都玩得这么脏,那就不能怪别人对你也下狠手了。 说吧,他看向吉米,高声道,吉米,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们律所的很多引擎, 而现在,你们律所的核心成员又基本都在这里,那你不妨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知道的内容,也好让大家能认清埃里斯律师事务所的真面目。 好! 吉米正等着落井下石,见史蒂夫都这么说了,便立刻拿起会议桌上的麦克风便要说话。 奈特惊恐至极,万没想到自己原本是打算用这些秘密和十年合约一起稳住吉米,可吉米转头就要把自己曝光编尸,那些秘密要是真的全说出去,这些高级合伙人恐怕都会恨自己入股。 如果他们要离开自己的律师事务所,那自己该如何处理? 把他们的秘密全曝光,然后把他们全都抓起来。 那样的话,必然会引发整个美国律师行业的震动,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对自己避之不及,那样的话,以后律所还怎么运作? 可是,如果直接放他们离开,大家保守秘密,心照不宣,那对律所来说也是极大的损失。 要知道,很多把柄都是自己直接把现成的案子送到他们手上才促成的,等于是给他们送钱来换他们的把柄。 要是这些把柄最后没能用上,那这些钱就等于白花了。 到那个时候,就是人才两空,整个爱丽丝律师事务所的中流砥柱全部流失,损失惨重。 于是,他语气已经带着哀求地对吉米说道,吉米,大家同事一场,你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告诉我? 没必要破坏律所的内部团结,吉米还没说话。 刚才被吉米点名的艾瑞克便高声喊道,吉米,有什么和大家有关的隐情,就一起说出来。 要是奈特真的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把柄,我们必须一起团结起来抗争,否则一旦被他逐个击破,大家都得完蛋。 艾瑞克此刻的心情是又气又怕,虽然奈特整自己的做法很无耻,但错误也毕竟是自己犯的。 这感觉就像是老婆为了将来离婚能多分家产,故意找别的女人暗中勾搭老公一样,虽然这种做法确实很下流,可一旦男的真把持不住诱惑, 跟那女人发生了婚外情,那就是坐实了出轨的事实,怎么洗也洗不掉。 所以,他现在的想法非常简单,他能从吉米和奈特的对话里听出来。 奈特肯定不止给自己一个人设套,很可能其他高级合伙人也已经掉进圈套而不自知。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吉米把其他人的事情都说出来,大家结成同盟共进退,这样来对付奈特也更有把握。 其他人虽然一直没说话,但心里也都很清楚,既然奈特奈给艾瑞克设套,那其他的高级合伙人恐怕一个也跑不掉。 他们在过去这些年里都有经不住诱惑,私下在外接单或者直接接走公司订单的行为。 现在他们虽然无法肯定那些行为中哪些是高风险的,但也能猜得出,自己肯定有把柄在奈特手里。 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搞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大风险。 于是,一众人也都纷纷发声。 有人说道,吉米,既然大家都在,你就干脆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吧。 是啊,吉米。 艾瑞克说得对,这时候咱们必须共进退啊。 吉米你大胆说不用怕,有罗斯柴尔德先生在这儿,还有我们支持你,谁都不敢把你怎么样。 吉米点点头,拿起麦克风来,开口道,既然大家这么团结,那我就把我知道的情况跟大家说说。 我要先跟大家说明的是,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高级合伙人,全独有足以被送进监狱的把柄,掌握在奈特和董事会的手里。 此话一出,众人表情更加紧张。 奈特眼见是已至此,连忙苍白地解释道,大家不要被吉米误导。 我承认我为了团队以及公司业务的稳定,确实做了一些出格的防范措施,但这些秘密不到万不得已。 我也不会用来对付大家,吉米冷哼道,大家不要对奈特心存幻想。 他虽然现在还没曝光你们的把柄,可一旦有这个必要,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你们。 说吧,他又道,就在两天前,我在金陵与罗斯查尔德先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。 奈特知道之后,不然要直接把我从律师事务所开除,甚至主动把我的把柄全部给了罗斯查尔德先生的管家,要把我送进监狱。 要不是我与罗斯查尔德先生兵士前嫌,恐怕我现在已经被FBI抓进去了。